这个世界上最不讲道理的就是爱 任何一个人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 他只会因为你有价值 你美好才爱你 所以很多人想不明白说 哎呀我那么爱他 我那么爱他 他不爱我他没良心 No 爱他是你的事 是你自愿选择的 他不爱你是他的事 也是他自愿选择的 你想爱就爱 不想爱拉倒 给大家讲几个案例 玛丽莲梦露 超级漂亮 但是是个低智商啊 他出名之后 就跟肯尼迪总统搭上了 总统跟他在一起销魂的时候 要死要活 他因为他真爱他 他就天真地问总统 我有一天会不会成为第一夫人 总统就笑了一下 他就去逼宫 他还跟他的第一夫人凯特林吗 他说我跟你老公已经这个了 我会替代你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 凯特林往那里坐 眼睛都没有看他一下 因为这个女人的背后的强大的实力 就像这个大石头一样 你是什么呢 你除了性感和美貌 还有可怜的低智商 一无所有 后来他就威胁肯尼迪 你要是不娶我 我就把你那些丑事全部抱出去 这是不是叫暴力式杀娇啊 你以为人家会吃你这一套吗 所以不久后 在他的公寓里边 36岁的玛丽联邦路 离奇的over了 我们再说第二个人 汉武大帝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绝情种 但是你看看他的刘夫人 出身卑微 汉武大帝宠爱他一辈子 刘夫人临终之前 托付他的儿子跟兄弟 让汉武大帝照顾 汉武大帝去的时候 他把自己蒙到被子里边 不看 汉武大帝说 哎呀我真的好想你 好牵挂你 让我看一眼吧 不让看说 你愿意照顾不照顾 都在你的心 而不在你看不看我 然后汉武大帝 就有点伤感 还有点生气走了 他走完之后 公寓就问他 说夫人 皇帝这么爱你 你怎么不让他看一眼呢 你看看刘夫人 才是人间清醒 他说我出身寒微 对他的江山社稷无异 那他之所以爱我 就是因为我有几分姿色 色衰则爱持 爱持则恩绝 换成现在的话就讲 就是咱俩凭什么在一起 我心里没点逼处吗 君贪窃色 窃念君恩 不就这点事吗 非要把他搞得那么直白 你看反面教材 是不是汉武大帝的初恋 成阿娇啊 人老色衰了 还没有自知之明 还跟汉武大帝 捉腰怼他的位子服务 汉武大帝就厌恶他 把他打到冷宫 所以你看后来 李白写的诗就写 雨落难上天 水腹难在收 君恩欲窃异 如水东西流 照为芙蓉花 木为断根草 以色来世人 能得几十号 其实就什么意思 成功文化的人 对别人是没有幻想的 我之所以跟你讲这么多 我就要告诉你 成功文化的人 是对老板 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 你不要认为 你老板有一天头脑发疯 你没有创造什么价值 他突然给你很多钱 不会的 你也不要幻想 你的老公 有一天可有钱了 还爱你如初 不会的 成功文化的人 其实就是核心 就叫自知之明 我知道我有什么 我没有什么 所以我一定要为别人 创造价值 我怕你一定是没了 我怕你还未占 你不要 这就不过 我怕你 谢谢大家